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梦跟上天的启示 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圣经的旧约里面 雅各他梦见了天使 在楼梯上面上上下下 传递的所有的讯息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天使这个字 为什么不叫天使 因为他是负责传递消息的人 而你可以看到 在雅各的梦里面 天使不会飞 他要透过天上跟地上的楼梯来联络 那这个鲜明的意象 就出现在旧约圣经里面 雅各的梦 而梦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它变成了这个上帝 圣灵跟人间这个联络的方式 如果你写出了像福音书 这么优美的文字 那么他一定是透过天使在梦中 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在传统中世纪的基督教思维里面 人类他们自己的智慧跟能力 是没有办法达到如此高超的境界 经过文艺复兴之后 另外一种梦出现了 而这种梦呢 强烈地宣示着人类的恐惧 阴暗跟幽为 1799年的时候 西班牙的画家戈亚 他画下了这一系列著名的恶梦 你可以看到一个男子趴在桌上 而生活之中种种的不安困惑 像黑影他以不同的形式 然后在我们的背后侵扰着 而下面有一段文字 上面写的 是不是让人毛骨悚人呢 最主要的哥雅透过人的现实 然后还有梦境 来奉刺西班牙当时的社会情境 记不记得在台湾的乡民 在这个网路上也会讲说 昨天我梦见 其实哥雅也有 一样用相同的方法 用梦见的方式来直接讲述 大家不能说的事实以及秘密 那当然1781年的这张画非常重要 这张画就叫做梦夜 一个恶魔就蹲坐在你的胸口 潜藏在黑暗里面 有没有看到一头马 这个马是我们奔腾压抑不住的愿望 这一头马是我们内心里面 那些没有办法化解的冲突 它正以这个充满恶意的眼神 看着努力维持理性跟清醒的我们 但是噩梦并没有一直干扰着人类的文明 到了19世纪精神的医学 它慢慢慢慢发展 心理分析也出现之后 我们开始发现 梦是无意识创造出来的 它也许是另外一个自我的入口 在法国的画家卢梭 亨利卢梭他所画出来的这个 叫做沉睡的吉普赛女人 一个女人在沙漠之中睡着 一头狮子走过来 到底这幅画画的是什么 它要讲的是什么样的意义 画家从来没有明说 外人也无从得知 这幅画是现实还是梦境 那当时亨利卢梭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动人 因为梦境跟幻觉的一切 是如此的真实 所以当事者才会信以为真 但是所有的梦境里面 来到了20世纪之后 哲心个人认为极大成的人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达利 达利画了好多的画 包括了时间的延续 包括他妻子卡拉 他们之间的种种的暧昧 冲突 依恋 但是他也针对各式各样的 神圣的愿景还有另外一个自我 他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融合 达利画出了这张美国梦 当然有很多人质疑 这不是达利的画 梦变成了我们宣誓另外一个 不是寻找的 而是宣誓另外一个自我的方式 所以梦境在艺术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探索 今天我们聊的只是绘画而已 如果从文学上 会有更多的作品来跟我们来细聊 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本书 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你所订购的梦已经销售一空 它是一本非常有趣感人 而且会聊动你心里 某个微妙的所在 到底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我是谢乐清 欢迎收看今天的青春爱情书 欢迎光临 你好 我今天也想做一样的梦 最近的梦我很满意 好的 我去天影拿 请稍等 是这个对吧 对 没错 那今天的钱也是之后再付就可以 对吗 对 就像平常那样 醒过来之后 分享一点你感受到的情绪 给我们就可以了 达勒古特先生 有件事我很好奇 就是那个201号客人 继续卖出现喜欢的人之梦 给那位客人也没关系吗 你觉得哪里有问题吗 我觉得梦到喜欢的人的话 好像只有前面几次会很开心 如果一直梦到 渴望感越来越强烈 最后会很伤心难过吧 但那位客人却一直想要做梦 佩妮 你知道像201号这样的外力客人 平常是怎么样看待梦境的吗 当然知道啊 我有学过 潜意识 他们以为做梦是潜意识的表现 客人醒来之后 完全不记得我们商店的事 这个你应该也知道 所以把做了一整晚的梦当作潜意识 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解释 如果你是客人 你会怎么做 如果我在意的人 一直出现在梦里的话 那我会觉得自己前一世 也喜欢上了那个人 没错 而且经过足够的时间后 就会产生确信 认为自己喜欢那个人 所以说啊 光是做梦 爱情也不会萌芽 梦只是梦 人为什么会做梦 梦只是潜意识创造出来的幻想吗 韩国作家李美瑞怀着这样的疑问 写下了这本在韩国被誉为最疗愈的奇幻小说 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本书最初透过群众募资计划推出 以1812%的惊人达标率发行电子书 2020年中正式出版纸本书后 随即蝉联韩国各大书店畅销排行榜冠军 至今已销售超过56万册 被多家网络与实体书店选为年度书籍 为什么这本书能如此受到读者喜爱呢 本书主角佩妮工作的《达勒古特梦境百货》里 每一层楼皆饭售着各种各样的梦境 横跃太平洋的虎金之梦 一周父母体验之梦 与历史人物喝下午茶之梦等 由知名智梦师打造 超乎想象的梦境任君挑选 作者在书中借构出一个充满奇思幻想 却与现实生活贴近的世界观 以眼皮秤测量客人的睡意 用梦境支付系统 将客人做梦后产生的情绪 转换成购买梦境的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 购买完梦境后 我们就会开始遗忘 忘记我们曾去过商店 忘记自己曾购入这项生品 当我们从睡梦中醒来 开启今日的生活 甚至会将昨夜的梦也一并遗忘 然而梦真的没有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痕迹吗 作者借由一个个平凡人物的生命故事 构筑梦与现实的连结 她之所以疗愈 我认为这里面牵涉到她的故事 里面会触及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蛮多的议题 比如说你对于恋爱的憧憬 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会不自觉的 拿自己跟别人比较的议题 或甚至是你对于生死的概念的一些想法 跟就是担心议题 这里面都会让我们在看故事的过程当中 会不自觉的去投入到这个故事里面去 然后你看完了之后 它的故事的结果 也会让你在这过程当中去得到一个回答 那这就是我认为这本书最疗愈的部分 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对于梦境的温柔想象 让梦不再只是没有逻辑的生理现象 而是当你感到彷徨无助 梦给你信心 当你需要克服创伤 梦给你勇气 当你想念美好过往 梦给你慰藉 今晚你想订购 怎样的梦呢 青春爱读书看我们今天读什么书 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在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 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你所订购的梦已经销售一空 这个名字非常的长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特别 而且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 也就是梦 我们也请到的 这位来宾也非常有趣 本身就是具有专业的心理师的资格 那么他也为许许多多的朋友们 来解决睡眠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宾呢 我们一起来欢迎 李伟康老师 我想看看就是你们对梦境的了解 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 人天天都会做梦吗 来 把你的圈插牌拿出来 不会 好 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人天天都做梦 有趣了 好 那放下来 第二题 晚上一直做梦 是睡不好的原因之一吗 好 插插 有圈也有插好 来看一下答案 错 好 这为什么 来我问一下寒儿 晚上一直做梦 是睡不好的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你举叉 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梦 然后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开心 希望就睡得很好 然后希望梦可以继续做下去 那个星云你呢 你也举叉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 白天发生的事情太刺激 所以晚上做的梦才会 让大脑就是可能没有休息 这样 对 是 好 等一下我们请老师来帮我们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动物也会做梦吗 倩文 你觉得动物会做梦吗 会 我觉得它会做梦 为什么 你单点 因为我们家有养一只狗 然后它常常就是 我出去回来之后就会看到它 就是它已经睡得很死 然后它会突然 梦就要抽筋一下 然后就醒来 我觉得它应该做噩梦 做噩梦 对不对 好 然后看一下正确答案 动物会做梦 动物会做梦 来 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做梦有助于巩固记忆 有圈有差 做梦可能会想到一些 可能以前的事情 因为做梦的梦境内容 通常都会跟我们曾经经 经历过的事情 会有一些连结 所以大家对睡眠跟记忆 都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要一起看一看 答案 是圈 就刚才有好多人的选择 都觉得说人不会天天做梦 那实际上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一张叫睡眠结构图 大家会看到现在上面的 红色的那一条线叫做 快速眼动起 顾名思义 就是你睡 最早大概六十分钟之后 你的眼睛会左右上下 闭着的状态 不自主的转动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去把你的床 或身边的人 把他摇醒 你就会发现 有百分之八十的机会 他会告诉你 我在做梦 为什么你把我摇醒来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阶段 叫做做梦起 所以你一个晚上 如果按照上面的线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一个晚上如果睡七到八个小时 你其实一天晚上 会做几次的梦 四到五次的梦 可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记得呢 对 只是你记不记得而已 所以过程当中 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 脑袋的区域 叫做海马挥 海马挥它有一个作用 就是它有一个登入讯息的作用 就好像你今天记一个号码 然后你要到你的脑袋里面去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登入的作用 这个登入的作用 必须是醒着的状态 它才会启动 所以你晚上如果你都没有醒来 你做梦 它没有登入就忘记了 但是如果反而是你睡得不是太好 你会一直醒过来的话 你就会常常记得 你有在做梦的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常常会误会 梦是导致我晚上睡不好 导致我白天觉得很累的原因 但是事实上是因为你睡不好 所以才记得梦 是睡不好 你才觉得白天很累 所以其实梦是无辜的 是这样子的意思 是 三跟四的问题我觉得相当有趣 就是动物也会做梦 Neuron这个期刊上面 然后它有发现 如果让实验室的老鼠 在它今天去走迷宫去找食物 那它所反映出来的脑袋的活化 脑部的活化 会跟它晚上在睡着之后 在快速演动 其实就是做梦的状态的时候 它会有同样的活化的情况 就好像它在梦里面 重新再走一遍的概念 那这个状态很有趣 它到隔一天 在让老鼠在走迷宫的时候 反应速度就变快 所以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它验证了 就是它有可能是有在做梦的 虽然我们看不到它在做什么梦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它也同时去验证了 我们第四个问题 其实做梦 它其实有巩固记忆的作用 站在一个病床前 但是病床前它躺着并不是一个人 它是一颗长了手脚 然后插着点滴的一颗榴莲 所以同学如果遇到断考 期中考 期末考前一天 应该好好睡觉 对 不是K书吗 对对对 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如果睡的是 在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够 你隔一天考试 就算你临时抱佛脚 你抱完佛脚之后 你隔一天 你要提取这些记忆 其实是不太容易 因为你没有睡觉 在考试前一天 你们是会熬夜读书 还是会好好睡觉 如果是你觉得你会读书的话 就举叉 就不睡觉了 如果说你要好好睡觉 就举圈 那我看一下 一二三 英语呢 因为就会担心说 明天考试的内容 会不会没有读到 然后就会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就会熬夜 是熬夜喔 是喔 那今天听完那个 那个伟康老师讲完之后 你会好好睡觉吗 还是不会 继续抱佛脚 会就是每天分配熬时间读书 然后就是靠前就好好睡觉 好好睡觉 这样比较重要 来你想要讲对不对 健身 平常会好好睡觉 我想说考前前一天 你平常就是没有在读书了 按考前前一天再读 其实也没有用 没有用 睡觉 就是在考试的那个 自习课的时候 尽量再抱一下口角会比较好 是 比较有精神可以抱 或是比较精神可以写那个考试 有时候这种事情虽然于事无补 但是也不无小补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 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那小说它的故事描述的 是一个专门销售梦境的百货公司 当人睡着之后 可以进到里面 然后去选购那些梦 而且梦的样子有各式各样 那无论在韩国 或者在亚洲地区 这本小说已经引起了话题 那个人 我是觉得相当的有趣 所以呢 就是向这个年轻朋友来推荐 那你们都读过这本书了吗 都读过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因为既然都读过了 那我们就有票选出来 就是你们对这个书里面的文章 有感觉的喔 那有前三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没有谁想要针对你们所选择 或者说你们这里面自己有选到的 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感想 有没有 欣宇你先来 可能因为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学生 所以也会跟书中的送医一样 就是常常梦见自己在考试 是 可能考卷发下来我都不会写 也有可能预习的科目根本就是错的 然后但是书中给我们两个选择 一个是终止契约 另外一个是继续契约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会选择继续契约 麦可森就是创商的推荷请求的智梦师 他让我们明白如果直面自己的问题的话 到最后可能可以克服自己的这个创商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坚强 然后最后可能可以从创商中解脱 是 欣宇讲得非常非常好 有没有谁对这篇也有相同的感觉 有没有 还有另外你有自己想法 寒儿 因为这整篇里面我最喜欢的智梦师是麦可森 他在其他智梦师都选择做美好的梦 让人家沉迷其中时 他选择做噩梦 让人家可以从噩梦中实习到对于过去的一些紧思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张 是 有选其他章节有没有 让我看一下 来 我选的这个篇章是欲之梦 欲之梦 对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是常常梦 就梦到一个场景 一个生活场景或是学校的场景 那这个场景就是可能会在一两个月之后 可能就真的浮现在我面前 所以我就觉得这篇文章就跟我很有一个共鸣 这样子 对 到底梦境的内容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谈到梦境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可以从就是记忆这件事情开始谈 那就从大家对于可能过去如果你谈记忆的话 你可能会想说如果今天要记忆一颗苹果 一颗苹果的样子你可能就会觉得我好像是整颗苹果把它放到脑袋里面去的感觉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 你的一颗苹果它会有苹果的形状 苹果的颜色 然后梗的样子 梗的形状 还有叶子的形状 它会在你的脑区里面 会分开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然后被储存下来 那储存下来之后 当你到了就是平常要用到的时候 这些部分会开始整合起来 那就像你晚上在做梦的时候 当你在经历到做梦期的状态 你的大脑会做所谓的重新重组的这种现象 所以你会发现在梦里面再加上你的脑区 有一个位置是前额叶的位置 它基本上它是不会启动 它不会启动就导致你比较不会有逻辑性 所以你晚上做的梦你可能会发现稀奇不坏 你可能会梦到紫色的苹果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会在你的脑袋当中会出现 所以梦在某种程度来说 刚才前面有提到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有一群就是认知神经科学家 他们会认为说你的梦其实是一堆垃圾 是垃圾 对 因为你所谓的重组的过程 它会导致你所谓的就是整合出来的 一个非自然的现象 然后但这些东西是可能跟你的经验 可能是可能不相符的 所以他会在过程当中 他会认为这是一堆垃圾 但从临床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不是这么看 你们记得你做梦 梦的颜色吗 如果说你有梦过黑白的梦 其实我觉得有就举圈 如果没有的话就举叉 那我看一下 只有两个人梦过黑白的梦 那为什么会有黑白跟彩色的梦 OK 1942年的时候 然后曾经有研究者就去做了一个调查 然后结果发现那时候有70% 就是70%以上的梦 基本上都是黑白的 在2001年的时候 他们重做 重做了之后 却发现只有17.7%的人 这辈子没有做过彩色的梦 事实上1946年的时候 是彩色电视发明的时间点 为什么你能够看到梦 是因为你视觉区在火化 但是看电视用哪里 视觉区 这就是有趣的一个现象 是 关于梦的本质 无论是科学家 或者是艺术家 都没有相同的意见 或者是共识 那不过呢 在《欢迎光临梦境版火》里面 主角佩妮曾经有说过一句话 他是这么讲的 睡觉还有做梦 在不断奔跑向前的人生之中 是神煞沸苦心 为我们画下的逗号 而这个逗号 到底在现实生活之中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所以我们针对同学们的梦 我们收集起来之后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图办 你有没有对谁的梦有兴趣 OK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 被踢伤的榴莲 被踢伤的榴莲 因为老师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你很久 对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榴莲了 所以你看榴莲 第一个反应就有了 这榴莲是谁的梦 那是一天我梦见 我跟高一的同学 一起在踢足蕾球 然后当足球滚过来的时候 它突然变成了一颗榴莲 然后当我踢它的时候 我没有把榴莲踢出去 那个榴莲反而卡在我的脚上 我还站在一个病床前 但是病床前 它躺着并不是一个人 它是一颗长了手脚 然后插着点滴的一颗榴莲 然后我一直跟它说 对不起对不起 因为我以为它是一颗球 所以我才会不小心踢伤它 这些梦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 我们等一下再好好研究一下 还有谁哪一个梦 那就成为梦境里的英雄吧 在这个梦里我是梦到我和自己最喜欢的英雄 一起打一个泥巴怪 泥巴怪 对 然后我看到他冲到前面的背影 之后我听到有人在喊我 然后我也冲过去救人 所以那天白天 其实有发生一些朋友很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我没有办法帮到他 在现实没有办法 所以就塞梦这一层的英雄 是 你是狮子座的 不是 不是可以写座 这笑一个是谁的梦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梦到我 赤脚站在一个山丘上面 然后还在下着小雨 然后我就 独自一个人在一个蜿蜒的小镜上前进 然后地上的树影突然就成了一座小屋 一间小屋 我走进去之后 我就看到一个在改考卷的老师 然后就想要偷偷的走到那个老师后面 想说我在这里喔 然后结果他就是身体不动 然后头转了180度的转过来跟我说 那是恐怖片 笑一个 好 好 你们谁想要讲的 那就要用进去最快 我做的梦是关于水灾的梦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雨是一直一直下 然后越来越大 然后水就越来越烟越高 可是在这个梦里却没有任何人受伤 也没有任何的 就是没有任何人受伤 所以我觉得是很特别 是 好 那这些梦喔 因为为什么要请大家来述说你的梦 因为梦境的解读 它也是睡眠治疗的一部分嘛 刚才有听到就是寒儿 寒儿的里面他想要成为英雄的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在你梦里面 你在成为英雄的那个过程 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吗 蛮兴奋的 然后很开心可以帮到别人 是 你有发现这过程当中好像有一个反差 跟你的日常生活经验有一个反差 那在这部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那刚才有听到 对 就是余桥 余桥也有提到说 你做过水灾的梦 你曾经有一度觉得恐慌的情况吗 我记得在那个梦里没有 而且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所以我醒来的时候是真的觉得非常奇怪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跟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冲突 就是不太一样的一些情绪 但是我会感觉 为什么我刚才前面铺陈那一段话 就是大家的生活经验感觉都过得蛮开心的 所以你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很少 可能会觉得会有惊吓的状况 余桥一德这个心理学家 他在早期的时候 他在做所谓的就是梦境的解读的时候 他其实曾经就是认为就是潜意识 这件事情是你在你的心理经验上面 有一些部分是你不想去面对的 或是你曾经忽略它的 他会在你的梦境的部分当中把它呈现出来 那当然应该可能有听过阿德勒 阿德勒有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对 阿德勒这一个心理学家 后来他有做了一段很有趣的描述 他说梦这个状态 它其实像是一个情绪制造的工厂 它是为了去解决你最近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问题来给你一个解放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可能没有去真正的去思考的一些角度 或者是你曾经压抑的一些情绪的状态 可能会透过梦境的方式 然后来呈现出来 让你提醒你说 你好像应该要好好的去处理它 去讨论的时候 我最后我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梦境跟你的生活经验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去引导我的个案去思考说 这个梦跟你的现实生活 它其实应该是要有关联性的 而且是哪一些问题 可能是你还没有去解决的 是 去提醒你自己说 这就是你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是 所以你跟榴莲的恩怨要 试一下跟榴莲好好的来解决一下 对对对 有没有谁有问题的 有没有 有 健身 我的问题是 我们人到底是不是能去操控我们的梦境 又或者是说 我们是不是能透过某些特殊的训练 来达到说 让我们人可以去控制梦境这样 你在讲的 其实是一个叫清醒梦的情况 某种程度 其实是你要去控制你自己 在那个状态下 脑袋里面是清醒的 当然如果你可以在过程当中 你有意识到你自己在做梦 当然你就可以去控制一些 你自己的行为 可能甚至去改变结果 但是你说 能不能够去操控整个梦境 基本上我们不会这样子建议 主要的原因是 通常它是一个会破坏你睡眠的 就是晚上的睡眠品质的一个过程 好 在这个 欢迎光临梦境百货里面 每一个人就是主动去选购梦的 那也就是说 在梦的世界里面 我们都是自由的 而且我们可以选择自己 去做什么样的梦 但是有一种人 如果你到百货公司 去梦的百货公司 去选梦的时候 怎么会去挑这种梦呢 这个梦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你购买客服创伤之梦 也就是恶梦的时候 它必须要签订合约 对不对 它要签订合约 那这个梦的目的 是要让客人锻炼精神 还有提升半永久的自尊感 而这梦境的内容 会随着个人的创伤而改变 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 其实它的合约 其实还蛮长 可是我觉得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 它竟然也可以退换货 这样子 而且噩梦会每隔一段时间 要来这样子轮回 因为噩梦大家都做过 连我家的狗都做过噩梦 好 所以呢 我们要请你们写下你的噩梦 把你的白板拿出来 写下你的噩梦 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噩梦 所以其实这里面会牵涉到 你做了梦之后 可能所产生出来的 这个情绪的状态 然后那你会去解读你的梦 你会觉得 这件事情到底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然后那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 就是主观的判断 你会发现就是 你可能睡一觉起来 你心情就稍微变好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你在经历到 所谓的快速眼动期 可能我们就是刚才所说的 做梦期的时候 也就是那个情绪的部分 可以稍微的 帮你缓解你的情绪 然后帮你把事件的本质留下来 是 所以它原本所谓的梦 它原本就有这层的作用在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去判断 所谓的好跟坏的这件事情 所以才会产生大家所谓 认知上面的噩梦 我想要和麦可森一样 制作可怕的噩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大家都不喜欢做噩梦 那我其实也是 好 那大家都把你的噩梦 写好了吗 没有超过五个字 让我们看一下喔 来 一二三 额同又拐犯 相反的世界 僵尸迟到耳朵不见了 尸数列车 那个尸数列 就是我就梦到我三更半夜 然后就站在家门口前面 然后就是 我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走上前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人站在那边 结果他抬起头的时候 就发现他是僵尸 然后他就朝我扑过来 就是醒过来之后还是非常惊吓 对 是 你们两个可能看到同样的梦 就是僵尸这样子 可是我想要看看耳朵不见了 是怎么样的梦 来 茵茵渝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在小学的时候梦到的梦 就是我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 突然有一个怪叔叔 他拿着一把很准备的刀朝我冲了过来 然后把我耳朵割了下来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办法 就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办法 让我的耳朵可以黏起来 我用了胶带 用了布把它绑起来 但都没有办法 后来闹钟就醒了 然后我第一件事 起床第一件事 不是先去折被子 是先赶快跑去镜子前 去看看我耳朵还在不在 是 那乔乔你呢 你有做过迟到的梦 对 然后我做这个梦是在考试 就是考试的迟到梦 但这个梦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因为那一天我醒来就是要去考段考 然后我就梦到那就是考段考的当天 然后我起床的时候 就是我原本以为还很早 结果我一看时间 发现已经中午12点了 然后今天要考段考 然后我还以为我是真的迟到 结果一醒才发现 现在才6点就是赶快出门 好 所以这个迟到的梦 大家都有做过这样子 好 这个你还想再点吗 可以再听一下那个儿童诱拐犯 儿童诱拐犯 最后一个了 好 儿童诱拐犯 就是我那天晚上是梦到 我遇到一个很有亲和力的爷爷 我就跑到那个老爷爷的家 然后就开始进去他们家 然后开始找有没有小孩的踪跡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 然后通往地下室的铁门里面 传来那种很细微的哭喊声 然后正要打开那个门的时候 那个老爷爷突然出现在我后面 然后手上拿着一只狼牙棒 然后我就吓醒了 就吓醒了 对 然后那时候我妈正要推门进来 叫我起床 是 在小说里面 她说噩梦是帮我们克服创伤的 真的是这样 噩梦它有它的用途吗 对 其实所谓的 刚才我们有提到嘛 就是梦境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所谓的好跟坏 刚才大家的经验的分享 也都在告诉我们说 你的日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其实大家的状态都会发现 其实你所经历到的 其实都是类似像一次性的 这种状态 但是我们后来就是有发现 有一群人特别容易会做 很连续性的噩梦 是 那种噩梦的状态 就好像 大家应该听过叫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是 对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然后这一群人 他们经常因为他们经历到的是 所谓的重大创伤 例如说战争 车祸 对 类似这样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那些情绪的冲击 是很大的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就会 每天晚上经常都会抱怨 他们会梦到相同的情境 然后会下行 那这样子的情况 就会导致他们在晚上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会出现所谓的 这种很不舒服的状态 甚至于不敢睡觉 对 甚至于不敢睡觉 但是应该回到刚才那个梦 这件事情 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 噩梦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里面就会牵涉到 那你是不是有一些事情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化解掉 它在提醒你 提醒你这件事情 其实它并没有真的过去 在你的心里面 它一流 就是依然留下了那个创伤的这个情况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它又就是用梦的方式来提醒你 你或许你应该要去处理这个部分 是 所以无论是司数列车 还是儿童又管犯 那就跟我们讲 不要看恐怖电影 关于《欢迎光临 梦境百货》里面 其实有另外一个设定 另外一个桥段 让读者觉得非常的新颖 也是就是有五大的传奇智梦师 来看一下 你看 可以制造美丽风景的梦 可以在梦中变成动物的 可以体验他人生活的 然后还有制作 让已经离开的王者出现的梦 最后一个是胎梦 如果你可以成为一个智梦师 你到底想要为别人 做什么样子的梦 其实这是我在做今天的节目 我最好奇的 你想要给别人什么样子的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易瑜 我想要和麦可森一样 制作可怕的噩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大家都不喜欢做噩梦 我其实也是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 都会有一些耍小聪明 或是想要做一些 不对的事情的念头 我如果是智梦师 我可以去制作那些梦 最高的梦 可以去警惕他们说 你做了这些坏事之后 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让他们因为害怕而不敢去做 是 好 听谁的 晋诚的 晋诚 你想做什么样的梦 想帮别人做一种 跟自己暗恋的人 就是 你今天都没有离开这个部分 想要跟暗恋的人 就是不管暗恋什么人都可以这样 对 就是这样会 让比如说那些没有 就是无法得到情感或 没有办法满足 没有办法实现的 对 现实 这种可以帮助这种人的话 就是 会让他们在 思想或情感上得到一个 就是不错的一个心情这样 是 路上角 来 林林 我也想要做就是像科幻 或是奇幻色彩的梦 然后游泳像智梦师 娃娃棉地一样 就是非常那个细致 然后细腻的画面 因为就是他可以在里面 就是拥有一些超能力啊 然后拥有这些超能力 他可以去做一些 帮助别人的事情 或是平常无法完成的事情 然后借而就是 得到一些满足感 或是增加自信心 或是得到一些爽快的感觉 让他一整天 可能醒过来之后 变得心情很好 是 来 雨桥 如果我是智梦师的话 我会想要为别人制作一种 可以实现愿望的梦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 很想实现的愿望或是梦想 但是在生活中 可能会因为有一些因素 而没有办法真的去实现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梦 让人可以体验一次 自己的愿望实现的感觉 是 好 这样讲如果能够去旅行 无论是现实还是梦境 我觉得都非常的美妙 那实际上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本小说 是由韩国的作家李美瑞 所写的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副标题是你所订购的梦 已经销售一空 那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 五大智梦师 他写了做制作不同的梦 对不对 实际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 也很明显的文学的象征跟意思 智梦师 他实际上他所做的 就是我制作梦送给别人 文学家跟艺术家也是一样 他透过文字 透过音符 透过色彩他建构一个梦 让人躲到他的梦境里面去 然后在里面得到宽慰 得到疏解 得到疗愈 所以这是这个小说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隐喻 所以梦境百货 就是欢迎光临梦境百货里面 它有好多好多的意涵 虽然它是一本很通俗的奇幻小说 但是它勾勒出来 梦既现实又虚幻 而且透过文学 还有透过今天 韦康老师跟我们从专业的 科学理性的角度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跟看待它 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有兴趣 无论你是看过还是没有看过的人 都可以好好了解这本 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那最后面我们来请这个 韦康老师帮我们做个总结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梦 其实梦这件事情 它过去对我们来说是很神秘 然后我们也常常会对它有一些误解 就像我们今天有提到 就是你可能会认为梦导致你晚上睡不好 但是梦其实它没有所谓的好坏 那梦很多时候 恶梦会比较容易让我们记得住 然后你的好梦反而会让你忘记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梦它一直在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是 你有没有办法在这过程当中去意识到 这件事情需要你在这过程当中 去面对去处理 然后甚至在这过程当中 能够去让你自我成长 我觉得这就是梦它一直都具有的一个 比较正向的意义 是 所以我们要正视我们的梦 对不对 然后感受梦里面的情绪 对 就像阿德勒所说的 梦境是我们个人创造力的一部分 尽管它有时候很写实 然后很纸板 那有时候它又天马行空又荒诞不羁 但是那就是我们自己意识的创造 那我们下次做梦的时候不妨拿出纸笔来 去想象然后记录下来 不一定你可以在自己的梦里面发现一些事情 那今天非常感谢同学们来参加我们的录影 那如果没有聊到的话 下次我们就 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聊聊其他有趣的文学作品 也谢谢韦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那有机会呢 我们也可以来好好的来理解睡眠跟梦境 好不好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请在文学里面关于梦的书写方式有很多种 有的是直接来书写梦境 而另外一种呢 是透过像梦一样的语言去做剪裁 比如说像旁边今天的书呢 都跟梦有一点点小小的关系 而泽谦手上的这一本 《高三世的梦生》 明慧法师的梦境探索之旅 讲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 日本的京都 有一座很有名的僧院高三寺 那高三寺本身呢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在西元十二世纪的时候 高三寺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僧人 他花了四十年的时间 将自己大大小小的梦都记录了下来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四十年的时间 他每次一做梦就把它记录下来 而且具细迷移 但是他为什么在研究上 会受到大家的注意呢 你也不要忘记了 明慧法师是一个出家人 他是一个修道的人 明慧法师以一种非常直观 而且清晰的方式 来记录自己的梦 这本由日本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 和何准雄来跟我们分析 明慧法师他的梦 到底跟我们现代人之间 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那这是一个相当值得一看 而且有趣的好书 当然关于做梦这件事情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 也就是睡觉 到底人为什么要睡觉 那睡觉对我们生命 对我们的健康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手边这本由天下文化 所出版的《为什么要睡觉》 这个书名既大胆又直接 这里面这个讲出来 许许多多有趣的这个心知 包括了学习之前的睡眠 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形成记忆 而学习之后的这个睡眠 可以巩固记忆 避免遗忘 种种跟睡眠有关系的科学心知 跟健康问题在这本书里面呢 可以得到概略性的回答 那除了这本 这个《为什么要睡觉》之外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讲到的巴塞隆纳呢 那当然一定要讲的就是萨峰 萨峰在他的《遗忘书之墓》系列 从第一本《风之影》开始 就风靡了全世界所有的读者 实际上我们每一天面对的 是穷凶极恶的生活 我们面对的是要为五斗米 折腰的奔波 但是在这背后里面 是不是有我们没有看到的面貌呢 在萨峰的《遗忘书之墓》 从第一侧的《风之影》 一直到《灵魂迷宫》 天使游戏 天空的囚徒 还有最近的《音乐之城》 所以里面都有一种浪漫 像梦境剪裁般的这种文字叙述 它捕捉了巴塞隆纳的城市性格 也让我们看到了加泰隆尼亚文化 最独特的一面 实际上它的书写是相当相当地有趣 那当然在最后面呢 我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 这本书呢是由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阿尔加多卡丘所写下的这个收集梦的剪贴簿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就是去收集所有的梦 其实收集所有的梦就是理解人的欲望 去了解别人的心事 然后探索别人心里面不想说 不想公开 但是呢又隐隐约约 就要让别人知道了这些优维的秘密 实际上它的笔法带有强烈写实 又魔幻的特性 但是不要把它跟魔幻写实混在一起 这正是斯拉夫民族在书学 在文学传统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风格 这个风格呢就是在平铺植树里面带有童话般的叙事 而这本书《收集梦》的剪贴簿正是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内容 欢迎你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让青春一读书提供你更多有关系的这个书的资讯哦